一星期一本书 他们从车库开始清理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 东西太多 而且堆叠得杂论无章 零碎又琐碎 整理耗费的时间比预期长了很多 正烦恼的时候 邻居一句 你拥有的越多 被占有的也就越多 让他醍醐灌顶 打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 但很多时候 这些困扰 却偏偏是拥有太多造成的 其实有时候 拥有的越多 并不等同幸福 清除掉那些99% 对自己无用的东西 然后集中精力 挂好剩下的1% 你会获得 更轻松自在的人生 当今社会是一个 欲望膨胀 同时有消费至上的时代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拥有的越多 消费的越多 生活就是美好的 但其实想一想 你拥有的太多 被占有的也会更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 女生都喜欢买衣服 每到换季 恨不得把整个衣柜 都翻新一遍 然而 不管买多少新衣服 真正经常穿的 无外乎就那几件 反倒是家里的空间 慢慢地 被你买的东西所填满 生活的压力 原本已经很大了 加上不断膨胀的欲望 就变成了压在 人们肩头上的负担 让人喘不过气 逼得人迷失自己 所以 丢掉那些没用的东西 丢掉那些负担 以及多余的想法 追求极简的生活 不仅会让你更自由 使你在精神层面 得以扩展 而不是依靠物质的积累 那么如何做到极简呢 关于极简生活 我有几条建议 一是物质上只拥有必须之物 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提出了一个定律 叫做二八法则 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 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约20% 其余80%尽管是多数 却是次要的 换句话说 我们拥有太多的选择 过多的欲望 就容易把时间放在不重要的事情上 而少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 二是 时间上少浪费 就是多拥有 时间就是生命 它也是我们最能够控制的因素 昨天不管如何 都已成为了过去 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认真地对待今天 专注于当下 才是对时间的最好回馈 生活简单了 我们也就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不在没必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 少浪费 就是在多拥有 三是 工作上做得越少 效率越高 有的人每天看似忙得脱不开身 手头上好几件工作 但是最后呢 反而都没做好 而有的人只关注于一件事 认认真真 完成了 再接着做下一件事 反而有条不稳 效率高 工作不仅要看数量 更重要的是质量 所以要改变自己 利用时间的质量 锻炼自己的注意力 和排除杂念的能力 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一心一用 远比一手抓效率高得多 你支持极简的生活吗 好了 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就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祝你晚安 好吗 迎着风向前行 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 偶尔想起过去 点点滴滴如春风 我会哭 快走到这里 手里吓死寸 真像 away 爱别离 人生怎可能 进入人命 缘子终难草头 裁进心里 却依然离去 没有谁能忘记 这真直轻易 你会祝福我 我也会祝福你 且把泪水轻轻逝去 期待再相遇 就算相见无情 在某个夜里 你会想起我 我也会想起你 默契永存你我心底 情愿细千里 且心且珍惜 偶尔想起过去 点点滴滴如春风 花作雨 轮湿眼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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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你会想起我 我也会想起你 默契永存你我心底 情愿洗千里 窗外竟无非是 机缘清除匆匆来匆匆去 且信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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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无法让人受得到